陷阱拉杆挑战能有多刺激 选对了可保住狗头 选错了则会当场毁掉自己物品 这过程可能会忘你直接血压飙升 我猜你一定打不出这个字 话不多说挑战开始 土豪老妈选中了土豪最心爱的游戏机 这时土豪还不知道拉杆背后的物品 十分开心地选择了第二根拉杆 没想到游戏机直接掉在了地上 这让土豪当场崩溃 毕竟这玩意可是限量版 砸坏了可就买不到了 紧接着轮到了土豪妈 为了报复老妈 土豪直接将老妈花了二十万 买的花盆拿了出来 老妈看见后立马慌了 但此刻已经为时已晚 她必须从三个拉杆箱中选一个 老妈比着呼吸拉下拉杆 下一秒土豪就为老妈点了一手凉凉 这可让旁边的土豪笑成了诸教 于是母子两个决定 将老爸最心爱的物品放在拉杆上 下一秒土豪一把抱起了老妈 老爸连忙说补 于是掏出了自己的手机作为挑战 老爸纠结在三后 选择了第二根拉杆 顺利保住了自己的手机 第二轮挑战再次升级 这次会是什么呢 在拉杆的下方放置了一盆水 老妈再次拿来了土豪心爱的游戏机 土豪十分无奈 于是选择了三号拉杆 游戏机直接扑通一声掉进了水里 这下游戏机可就算是彻底凉透了 这可把老妈开心坏了 生气的土豪决定 把陪了老妈二十年的运斗拿到拉杆箱 老妈瞬间笑不出来了 但是游戏已经开始可不是轻易就能说结束的 于是老妈随便选择了一根拉杆 这次幸运女神降临 拉中了一根空的 没想到土豪报复心切 立马落下了陷阱拉杆 运斗直接掉进了水中 这让老妈立马蒙圈了 土豪立马抢过正在办公的老爸电脑 分散老妈的注意力 老爸随便选择了一根拉杆 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有了老妈上次的教训 吓得老爸立马抢过电脑 第三轮挑战开始 拉杆下方放上了史莱姆 这轮谁又要倒霉了呢 老妈拿来了土豪最爱的一双鞋子 土豪选择了第一根拉杆 鞋子完美被守护了 爱报复的土豪 也拿来了老妈的限量版椰子鞋 老妈在心中默念一万遍自己的宝贝鞋 可别掉下去 万万没想到 鞋子根本不听 直接来了一个傲娇大动作 掉进了史莱姆 老妈直接崩溃 老爸则在一旁幸灾乐祸 生气的老妈决定 将老爸新买的平板也放了进去 老爸十分自信 毕竟之前都十分幸运 于是随手一拉 没想到 这次平板竟然掉进了史莱姆 这让老爸直接当场崩溃 质问老妈 为什么要这样做 紧接着来到了最后一轮 这次上面放石头 下面放物品 这次老妈选择了土豪最爱的24K 纯银的播放键 土豪立马慌了 于是最后他选择了第二根拉杆 幸好保住了 紧接着又到了老妈 土豪决定放上老妈的手机 老妈只求天00地00 但一向运气就不好的老妈 还是选中了陷阱拉杆 这可把老妈整得快要哭了 土豪表示老妈不服的话 也可以去折磨老爸的手机 老爸一听连夜坐着火车跑了 想看更多有趣又好玩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 下一期更精彩